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 借着摇旗马五两个人在古铁港杀冠军的机会 就逃出了古铁港 刘秀催马往南走 跑出十几里地去 回头再一看平安无事了 就把手中的枪给扔了 刘秀继续往前走 一直走到四十 刘秀可觉得肚子里有点饿了 而且想喝水 口干舌燥 想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吧 抬头往前面一看 前面过往的行人很多 再往前走 看见了前面是一座大镇店 看这样子 这个镇店足有几百户人家 刘秀就催马进了镇店 到了镇里边一看 挺宽的十字大街 这买卖破户是一家挨一家 往来的行人 过往的客商也不少 诶 镇是不算太大 可挺热闹 书中暗表 这个镇子叫安隆镇 刘秀骑着马 走到十字街的中心 一看 路南有个大饭馆 五间的门面 楼上楼下 这字号呢 三个字 美真楼 刘秀啊 心说我到美真楼吃点饭 人后再走 所以来到美真楼前甩灯 离肝下马 把马拴在桩子上 迈一步就进了美真楼了 等进去一看 里边有多半堂的饭座 就在迎面的条凳上 坐着四个办案的官人 刘秀啊 也搭着心里有病 他一进去 看见这四个官人 刘秀就一愣神 他这一愣神 这四个官人 可就注意上他了 刘秀顺着楼梯 蹬蹬蹬上了楼了 在一个桌子旁边 坐下了 伙计呢 赶紧过来 给刘秀倒了一杯茶 可爷 您是一个人吃点便饭呢 还是在这喝会儿茶 等朋友呢 我是一个人 随意在这吃点便饭 那就请您点菜吧 刘秀随便要了几个菜 要了两壶酒 这伙计喊完了菜名 顺着楼梯下来 到这灶上呢 给客人端菜 这时候就走过了一官人 冲着火器点手 过来 火器过来了 您什么事啊 我问你 刚才上去那位 你认识吗 不认识 我可告诉你 他是天下画影图形 一体严拿的妖人流秀 你 没看出来吗 哎呦 我 我哪能跟您比啊 您是官人 我忙着让座端菜端茶 我哪有功夫看客人长什么模样 别废话啊 我们一会儿要在这办案 我们得拿他 他不要菜了吗 他要的什么菜 你告诉厨师傅 给他慢点上 给我们容个功夫 我们好办案拿人 啊是 我拿话圈着他 不让他走 您放心吧 火箭进了厨房 四个官人 留下两个看着刘秀 另外两个出了美真楼 去调动官兵 刘秀可还不知道呢 他坐在楼上喝茶 一看呢 别的饭座比自己来得晚 叫的菜 一会儿就蹲上来 可自己叫的菜呢 一个也没上来 刘秀一点手就叫这伙计 哎 我问你 我要的菜 怎么还不得呀 哎 可爷呀 我一听您的口音 就知道您不是我们安隆镇的人 您哪 您可别看旁边客人 要的菜上的快 因为他们要的菜呀 那是现成了调和 您点的菜就不行了 您点的菜不是我们常卖的 有的调和呀 我们得先去买去 客人是一样的花钱 我们就不能两人的伺候 您放心 我们可不是七生 一会儿您的菜就上了 刘秀一听 伙计说的也挺有理 好吧 那我就多等一会儿 你可给我催催 伙计借这机会躲开了 也是活该刘秀有难 今天呢 正好安隆镇的官人 跟地面的绅士合着办点事 所以官人比平常日子多 并不是诚心在这儿等着刘秀 没想到刘秀进了美镇楼就胖上了 一会儿的工团 就来了三十多个办案的官人 大家伙一分散 要在这儿办案捉溜秀 这官人呢 有的就在美镇楼对面的铺面房上趴着 有的站在街中间 美镇楼门口一边四个 里边的楼梯口这儿把着两个 这就是撒下了天罗地网 楼下吃饭的饭客 有的挺机灵啊 一看这个举动 得了 没吃饱我认了 赶紧算了饭账 离开这是非之地 可也有真看不出来的 照样坐这儿吃喝 咱不说这些饭座 咱们单说有四个手底下 特别利落的官人 手里拿着铁齿 顺着楼梯就上了楼了 走到刘秀的桌子跟前 就冲刘秀说 朋友 这场官司你打了吧 刘秀一看心说坏了 可是刘秀经过这些天 刘秀有点沉得出气了 假装没事 他就问这官人 中尉公裁 难道说有人把我告下来了吗 没有 没人告你 既然没人告我 你们为什么叫我打官司呢 我说 你也用不着 吹着明北装糊涂 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呢 你是妖人刘秀 你还要什么说的 哎呦 刘秀赶紧作医 列位公差呀 你们可认错了人了 刘秀 我可不是刘秀 我姓金我叫金文书 放了我家主人之命 去办点事 要不然 我跟你们几位到趟衙门也没什么 你呀 趁早少废话 我们现在可给你留着脸呢 啊 你不懂 那就算了 大概是跟你说好的不成啊 你这是找不自在呀 说到这 官人一瞪眼 就抄手办案了 刘秀一看 刘秀也知道 楼上就四个官人 那楼下肯定少不了 自己可是一个人 又倒是好汉双拳 男敌四首 恶虎不敌群狼 可是我刘秀也不能轻易让他们给我拿走啊 得了 刘秀一狠心 我呀 弄死一个诈本 打死俩我 赚一个 我豁出这条命 我跟他们一死相拼了 刘秀刚刚动手推桌子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听见楼底下一阵大乱 刘秀以为 还来了大批的官军呢 其实不是 把这九楼门口的几个官人看见了 尤打 正东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 全都是骑马的 足有五六十个 就跟一窝蜂似的 就奔了美真楼了 临近了 看清楚了 有二十多个 全都是头戴六棱抽口状帽 勒着一对青铜魔鹅 顶门上一朵红龙 秃秃乱颤 穿着长剑袖袍 外边照着跨马服 红中衣 保纸靴子 每人穿着配着腰刀 一看就是王冠 其余的呢 都打着国腿 穿着号坎 都是兵族 就在这些人前边 聪拥着两个王军 这两个王爷 好气派了 左边这位王爷 跳下马的 身高足够 丈二开外 长得头大相短 凶困背后 看面貌 面如点气 黑中头亮了 两道扫扫眉 一双大还眼 这两只大眼睛 就好像同龄相仿 蒜头鼻子 高颧骨 大嘴叉 连饼落腮 一步刚然 飘洒在胸前 头上戴着一顶 乌金五龙盘珠冠 身上穿着一件 躁断色蟒蒸袍 紧嗖嗖 花绒绕 蟒翻身龙探爪 外边罩着一件乌油甲 身背后 勒着八杆护背旗 胸前悬挂护心宝镜 泪下佩戒 跨下一匹马 这匹马金安玉佩 姓黄扯手 马挂 威武林 双皮胸 在马的铁花梁上 挂着一条 冰铁盘龙棍 这条棍呢 一百二十斤重 就看这棍的尺寸 估计这棍的分量 就知道这位王爷履历绝对小不了 左边这位王爷 身高比右边这位王爷稍微矮这么一点 也足够仗义了 长得榜大三庭 度大腰圆 青脸红胡须 红胡须也是扇满前胸 头上戴着紫金武龙盘竹棍 身上披着一副紫金连环甲 内衬一件绿段色蟒袍 勒着八杆绿段色护背旗 佩戴宝剑 这马呢也是金安玉佩 姓黄扯爽 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口宣华大福 这伙人呢 就拥护着这两位王爷 到了美真楼前 呼啦一下 全都站住 大家匆匆离安下了座气 两位王爷迈步要进美真楼 一看旁边八个官人把着门口 王爷手底下两名王官不由分说 手里拿着这皮辫子 就愣望着官人身上抽啊 连脑袋带屁话一通抽 大的官人不敢说话 抱头鼠窜就跑 没办法呀 人家王爷多大的势力惹不起呀 只好跑出多老远就回头看着 这兵族就跟十几位王官在门口等着 几名王官在头前带路 两个王爷迈步 通通通通进了美真楼 到了楼梯口了 这两个王官拿着皮辫子 照着手楼口官人就抽 这官人呐被抽的大气都不敢出 只好闪到一旁 两位王爷试着楼梯 蹬蹬蹬上了楼了 到了楼上 两位王爷站住了 冲着手拿铁齿的官人 把眼一动 话都没说呀 吓得这四个官人望后 蹬蹬蹬就退了好几步 直着眼睛瞧着这两位王爷 两位王爷站到刘秀面前 冲刘秀一抱拳 哎玉帝呀 一个人再次饮酒 有何趣味 来来来请 到我们府中去饮 刘秀愣了 刘秀心说这二位王爷是谁呀 我不认识啊 这两位王爷不容分说 一拉这八仙桌子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刘秀两只胳膊望上一架 请 刘秀想不请都不行了 就愣被这两位王爷给架下楼来了 出了美真楼 有人把刘秀这匹马解下来 这两位王爷就把刘秀往刘秀的马上一掺 说掺呢 就等于给他舟上马上来了 然后几十个人全都上马了 大家伙就全都往东走下去了 安隆镇的官人 站在酒楼门前看着呀 眼瞧着人家把刘秀给拥走了 官人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家伙一吐舌头 怎么办呢 差事丢了 有人就主张立刻报告安隆总政官 债尊债将军 大家一听有理 马上就飞奔总政衙门 咱们单说刘秀 他在马上 他就问旁边这两位王爷 敢问 二位王家尊姓大名 这些人催马往前走着 这黑脸的说话了 我是宾州王徒顶 清脸的说了 我乃辞州王高凤 哎呀 刘秀刘文书听了是又惊又喜 喜的这两个人是两家反王 绝不会把自己献给王莽 惊的是跟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啊 他们为什么把我刘秀弄走 他们想的是什么 打算要干什么呢 刘秀不知道这二位的用意 所以惊恐不定 书中暗表 这两位反王 一个是同顶 一个是高凤 其实他们两个人 原来都是大汉朝外任的武之官 因为王莽失金窜位了 两个人心中不平 自立为王 一个占据宾州 一个占据磁州 招兵买马 吉草屯粮 要想灭奸臣王莽 同顶高凤时间长了 一共召集了五六万人 跟王莽的地面官人 打了几回仗 王莽的官兵是屡战屡败 日子长了 同顶跟高凤 两个人的势力 是越来越大 因为宾州王同顶 跟辞州王高凤 两个人私交甚厚 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 留下一部分人 镇守宾州 镇守磁州 每个人点起了一万五千人 把兵就合在一块了 这些兵丁呢 穿的是新朝的军装号坎 打的是新朝的旗号 优打磁州起身 就在王莽管辖的地面之上 诚心捣乱 这天呢 人马正走到 昆阳映阳的交界的地方 突然间 前军不走 中军站住 后军不动 同顶高峰一勒马就问 哎 我兵为何不走 回话的兵士 就禀报同顶高峰 回兵二位王家千岁 前边来了一位道长 自称是南洋 富春山清秀馆的道人 姓严 叫严子凌 求见二位千岁 哎呀 同顶高峰认识严子凌 听说隐氏高先来了 马上吩咐一声 有请 严子凌来到后军 跟同顶高峰见了面 彼此十里 咱们书不细表 两个人就问严子凌 严道长 您见我们二位 有何高见 咱们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呀 二位王爷 你们两个人 带着几万大兵 在王莽所管的地面之内 出莫无常 这么做 虽然说可解一时之分 可是灭不了王莽 要是闹长了 哎 难免身败名裂呀 二位 古人有话 诗出有名 奇诗乃成啊 诗出无名 未知贼兵 若以贫道之见 你们不如找一位 汉史的宗亲 姓刘的人 挑起兴师讨贼的旗号 名正言顺 灭王莽 绝无不成之理 哎呀 同顶高峰 就跟严子凌说 唠道长啊 王莽灭流八百户 谢见三千里 大汗朝的宗亲 一位王莽杀戮一尽 道长 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位 汉史宗亲呢 二位王爷 现有汉高祖九世玄孙 汉太子刘秀 向兴兵讨贼 那刘秀年纪随轻 志向远大 而且文武全才 久后必成大事 你们为什么不服报刘秀呢 哎道长 我们到哪里去找刘秀 我告诉你们 二位王爷 刘秀 现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 而今考试已毕 他不久 就要离开长安 回归南洋 我想 必从安隆镇一带经过 你们这个地方 离安隆镇不远了 你们可以到安隆镇附近去等他 准能见得着他 请问道长 这刘秀怎么个相貌 二位王爷 现在天下各军各县 观惊渡口 画影图形 捉拿刘秀 你们看看 看看刘秀的图像 画得像极了 跟刘秀是一般模二 好 那么我们就听道长的 就扶宝殿下刘秀了 严子灵一看 宾州王 童顶 辞州王 高峰答应了 就跟他们两个人告辞走了 童顶 高峰就带着三万人马 到了安隆镇附近 离安隆镇也就十几里地 闸下了营寨 然后就派着几十名探马 到各个咽喉路口 等候刘秀 所以刘秀由他古地港 逃到安隆镇 这一路之上 就被童顶 高峰的探马看见了 这些人暗中跟随刘秀 而且派人非报两位反王 所以说刘秀一进美真楼 童顶 高峰就得报了 跟着刘秀在美真楼被捉 童顶 高峰也知道了 两个人率领 众位王冠 还有亲兵 赶到美真楼 就把刘秀救出来了 走在道上 刘秀能不问吗 童顶高峰就把自己的名姓告诉了刘秀 但是他们两个人到底什么想法 刘秀可是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刘秀也就不放心了 童顶高峰保着刘秀出离安隆镇 就被暗中保护刘秀 刘秀的温神爷马五看见了 这个马五认识童顶高峰 嘿嘿 这二位保着千岁呢 因为童顶高峰的人品马五知道 所以马五啊 也知道两个反王 他接下来 忽然间听见安隆镇 刀刀刀刀 刀刀刀刀 炮骨齐鸣 马五一把马わ回村 抬头这么一看 优打震忠 就冲出来一只人马 马五拿眼睛一估计 这只冠军 起码有三千只众 三千兵 这兵丁 全穿着新朝的军装号坎 打着新朝的旗号 都是黄旗 马五明白了 这是安隆镇三千官兵 出来追赶铜鼎高峰 要抢回刘秀 马五心说 别瞧我马五一个人 我一个人就能把追兵挡回去 用不着铜鼎高峰的兵 想到这儿 他勒马横刀 抖丹天高声和寒 呆 官兵少望前进 安护养马五在此